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样 没有 我问你一下 就是这个风湿痛是不是要去看骨科 没有吧 我记得风湿痛 要看那个什么 风湿免疫科 这风湿跟免疫哪里有关系 当然是跟气候有关系 跟温度有关系的 你真的是 我跟你讲 你真的幸运 刚好我在跟我干爹聊天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梁医生 梁医生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风湿痛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华人来讲 风湿痛通常人们以为是天气的关系 天气改变就是痛 但是其实西方国家也有这样的看法 是 这是因为什么类型的风湿病 都会有这样的症状 有没有 我都跟你讲了 就是跟气候有关系 温度有关系 医生都讲了 你真的是 你没有听仔细 他刚刚讲说是风湿病 那这个风湿病跟风湿痛有什么关联呢 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西医来讲 风湿病就是 关节旁边的那个软组织有问题 不是关节本身 是周围的软组织 例如根或者肌肩和肌肉和神经线 什么肌肌之类的 肌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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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对 说得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风湿跟免疫力有什么关系的 风湿跟免疫力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关节炎跟免疫力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因为关节炎有两大类的 一类就是退化性 关节受到磨损 另外一个就是发炎性 所以一个例子就是通风 那些捷径跑进去关节 但是很常见的是一种病 叫做自体免疫疾病 那个抵抗力乱了 自己攻打自己的关节 例如肋风湿关节炎 抵抗关节炎之类的 所以不要搞错了 对不对 肋风湿是关节炎 是关节炎 那这个风湿是关节周围的软主族 对 不太一样 谢谢 Dr.Lion 真的是明白了 对不对 原来这个风湿在西医的字典里面 跟百姓的字典里面是完全不一样 是 那今天也是要谢谢梁医生 跟我们这样解释 对 不清楚了 好 好 医疗不涉陷 我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